我們講老子,經本的四十一章 因為按照博書本的話,經本的四十章跟四十一章的位置是錯簡 應該翻過來 那麼這個羅宇烈的教註裡頭也提到這一點 所以我們先講四十一章 上士文道 行而行之,或作情能行之 中士文道,若存若亡 下士文道,大笑之 不笑,不足以為道 故見言有之 明道若媚,或作明道若背 進道若退 中士文道,若存若亡 可能也覺得有道理,但若存若亡 下士文道,大笑之 不笑,不足以為道 那這句話呢 那這句話呢,非常的貼切 我們人生往往是如此,為什麼呢? 因為一般人看的都是淺淺的 如果跟他講很深遠的道理 他當然覺得說,那怎麼可能呢? 哪有這回事呢? 所以大笑之 不笑,不足以為道 故見言有之 見言,見由立也 這是說,已經有這樣子的話 立言,是說已經有人這樣說的 古時立言的人有此說法 明道若媚,光明的道呢? 他反而看起來好像是媚 不是那樣子的光亮的 我們說媚爽,媚爽 日未明的時候,明道若媚 如果說你聽到一個東西 你一聽,哎呀 非常清楚 就該這麼做 有的時候,說不定沒有這麼簡單 明道若媚 他是光而不要的 進道若退 後其生而生先,外其生而生存 真正能夠往前進的 哎,反而是若退 我們看歷史上常常如此 你真正行得通的道理 是進道若退 你大張旗鼓得說我要如何往前走 結果呢,反而不是如此 所以,有些時候 譬如說我們近代史上吧 有很多的道理,當時講出來 大家都覺得治理名言了 對不對? 從新文化運動裡頭講的很多的口號 從新文化運動裡頭講的很多的口號 自由啦,民主啦,法治啦,社會主義啦 自由啦,民主啦,法治啦,社會主義啦 社會主義啦 後來的共產主義啊 後來的共產主義啊 都講的是民道 對不對? 結果呢 後來醒起來呢 好像沒有這麼簡單吧 進道若退 當時這些大家普遍相信的 從新華運動以來 中國人普遍相信的東西 後來呢 我們 印象裡大家都很明白 中國人在革命的高潮裡頭 好像是往前跑得很快啊 還有比大家進更快的嗎 對不對 文革不是也很快嗎 結果呢 所以有的時候 然後真正行的通稀 未必是這樣子哦 遺道 若累 這個字 在這邊的註本 是說 那也 不過呢 絲解 遺 那生凹 形容不平 這個字 一個土 一個內 我也沒去查 不知道是怎麼念 那 不過他這邊做 不做這個字 一般來講 其他註本 這個內 就是 我們 這個 如同這個類 就是 類別的類 那麼 這個類 是 這一個 不平的意思 所以啊 大平之道 他怎麼樣 因物之性 不值平以割物 其平不見 乃更反若 淚 淚也 所以啊 這話 很有道理 所以知道 我們真正的平的路 不是我們認為一條線這樣割出去 一條線割出去 未必是平 為什麼呢 因為天底下事情哪有這麼平的呢 對不對 那 你沒有那麼平 你 硬說 硬要它這麼平 恐怕 這個反過來會產生問題 所以啊 真正的 平的路 是要順著 自然 這樣去走 不順自然 不行 所以 不值平 以割物 這樣 一道 若淚 上德 若苦 虛懷若苦 最上的這個德性呢 反而 這一個 若苦 虛懷若苦 無所懷也 所以 這個事情很妙啊 一道若淚 我們順得悟性 到因悟之性 我們這樣 這樣子慢慢的做 好像不平 還最後走得久 因為老子主張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 他不喜歡你講的那麼大張旗鼓的說一定如何如何 所以知道我們現代的世界的種種的事情 比較都是我們 人主張的 人為的 當然老子也批評古代 他認為儒家的很多東西 是比較大張旗鼓的 他認為這種事情不持久 持久的什麼呢 反是因悟之性 不值平以割物 這樣子 上德若苦 不得其德 無所懷也 不以其德為德 大白若乳 知其白手其黑 大白然後乃德 廣德若不足 這個很廣的德 反而好像是有所不足的 賤德若偷 這個賤 通這一個人之旁的賤 就是剛賤之德 剛賤之德呢 反而好像是偷 偷有不同的解釋 或者是解成這一個 我們說這個不是能夠拿出來的 這個不是很像樣子的 像這個帶鬥不正的樣子 偷懶的樣子 那另外 這邊坐偷批也 不明所義 恐有物 所以恐怕 原來的這個王必這個住 這個意思很難講清楚 那這個 我們 其實就原文來講 就賤德若偷 偷著 舵也就可以了 所以這種剛賤之德 反而好像他有點懶懶的 因物自然不利不食 所以他再次講因物自然 所以他是拿自然這個意思來解這個道 自然的東西就不會那樣子強力 所以也不會立刻就見好像很大的效果 可這個東西可以持久 所以這個事情講到底 就是一個所謂照王必的講法 是自然之理 跟我們一種人為有為之理 人為的東西怎麼樣 會比較好像 大張旗鼓的 明道 往前進的 好像一條路子平下去的 那麼 要求其廣的 要求其見的 他說這些東西 其實是人為 他說真正來講 要達到那個效果 要因物自然 那 底下講 直真 若於 這個 直 直真者 不經其真 不若於 這個直 也有不同的解法 這一章有很多的考據上的問題 講起來 非常的複雜 但我不想那麼講 我也看了不少的不同的著本 但我就取一個 比較說得通的 這個 直真 就是具有直實的 值得的人 他怎麼樣呢 若於 魚 好像沒有什麼表現似的 不經其真 故若於 這裡是講他 沒有什麼表現的意思 這個魚啊 是表示說 有點像空 像虛的這個魚啊 界為 這個空的那個魚子 上面一個穴 底下一個魚大 右的 這個魚大圍的那個魚 所以 就是去掉水之旁那個魚上面一個穴子 顧魚 這個魚是通魚這個上面一個穴 下面一個 這個 去掉水之旁這個魚 這個魚 這個魚是空的意思 所以直真的人 好像 女頭是空的 那 大方如魚 外面很吵 因為台灣正在選舉 要選四語言 大方無語 方而不割 最大的方形 是沒有鞭角的 大器晚成 最大的器具呢 怎麼樣 晚成 晚成這個也有不同的解法 有晚字做這個免的意思 就是免成 免成是無形的意思 大器呢 無形 那我們一般 另外 我們一般常說的就是這個大器啊 不是一下能夠成的 是要很久很晚才能成 那 照 這個 我們的 柔與烈的教士說 大器 成天下 不辭全別 不必 晚成 他說 這個註文不可通 已有物 所以 底下 講說 他說這個註文一做什麼 大器 無形 不辭何成 不免成也 說是 我們看 教士 誓底的116頁 說這個大器啊 真正大器是沒有形的 因為配上這個大方無語 大器無形 不辭何成 並不是我們用力把它合成的 那麼 那麼 器 合成也 無形以合 不是合成 大器 一般的器是合成的 它不是合成的 大器很 故 免成也 所以 不會 這樣子成 那 這是講說 這一個真正的大器呢 它是 這個 這個沒有方 沒有這個固定形象 最大的 最大的器 這好比 道家所講的東西 都沒有固定的形象 他們講 大音息聲 最大的聲音 是聽不到的 大象無形 最大的形象 是看不到的 道 尹無名 這個 尹 這個地方 在博書本 又有不同的解釋 這一章 其實 這個註解的問題 是很麻煩的 這個尹 做一個很奇特的一個字 有點像一個包子 就是 這裡沒有辦法寫給大家看 我沒有那個東西 這個 按照博書本 你們如果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博書本 這裡看 大音息聲 大象無形 道尹無名 這個 尹字 你們看 一百 這裡是二十五頁 博書本二十五頁 博書以本 是 做這個包子 包一為大 或聖的意思 就是說 道大 而無名 那 那 那 傳統上來講 道尹無名 尹為不可說 所以這兩個不同的解釋 都說得通 或者是道尹而無名 或者說是道大無名 不過我們現在一般會比較從博書本 福 為道 善代 且成 只有道 善代 善代 是怎麼樣呢 公己萬物 公己萬物 代之 代之 非為公己法也 一代之 足以永中其德 故曰善代也 成之不如激將之才 不悟 而不激之行 故曰善成 福為道 善代且成 可以幫助所有的東西完成 好 我們先把這個文藝過一遍 然後我們再 進一步來解釋 他這個話 這話當然不好懂 我們再從頭來看一下 這個是 善事文道 情能行之 你看到後面的話 你就知道要情能行之 這個東西不容易 是吧 一般人哪敢 一般人 不敢這麼做 忠事文道 若存問亡 好像有點道理 但是 若存若亡 下事文道 大笑之 不笑 不注意為道 那聽到這些話 就大笑一場 故見言有之 利言有之 這個 就是 已經有的話 那麼 就是 古時候 利言說得好 萬言之 這可能 在當時已經有 這樣子的一個傳統的 一個智慧了 避言有沒有其他的解釋 我再看一下 建言有之 建言有之 佛書本也是做建言有之 建言有之 那麼 倒沒有什麼不同的解釋 一般是做利言 就是已有的這麼說法 利言有之 有利言 歷史經驗 人生經驗豐富的人 會發現 很多事情 現在看起來很光耀的 後來都不怎麼樣 我們舉個最明顯的例子 我們這個時代流行的東西 諸位認為會有多大歷史價值 未必吧 所以老子在當時他的東西 流不流行 大概不流行 韓蒼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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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蒼� 道家的這個東西,他不與與真,不跟儒家爭,儒家的話比較明白 道家的這些東西,他是退場 我跟朱瑞說過,老子的一個基本的姿態,就是看你們天下打成這個樣子,往後退 就好比說,如果老子處於現代,看我們現代人過成這個樣子,他一定也是往後退 為什麼呢?說你們過得太苦了,你們整天忙著寫論文,搞生等,平直撐,想要好的工作 很苦啊!自古以來人不都這樣嗎?將往前衝,他是一個往後退的 所以說明道若媚,進道若退,同樣的道理,進道若退 那我剛剛特別講了,舉了一些例子 說很多我們當時以為最流行的最了不起的東西 後來往往都不是如此,那麼這一次俄羅斯打烏克蘭 那不就是適得其反嗎?這留下百千年,數百千年之禍 從此就把烏克蘭推往西方去了 所以這種事情就是勉強 那道家是很反對的,這麼做的 意思就是說,要水道渠成,順其自然,不能硬來 因此要進道若退,同樣人生也是一樣 因爲什麼你往前衝的時候啊,你有很多的事情 都是要跟人家對的幹,要傷害對方,要跨過很多的障礙 那麼別人有很多的意見,所以爭來爭去到最後,不見得你如你所想的 所以啊,還不是往後退 因此不管是很多事情 那今天這跟這個中國今天當下的做法 因為中國現在流行法家,法家什麼事情都要強力做 譬如說對香港,對於這個很多邊疆的地區都是強力做 效果好不好呢?不怎麼好啊? 這都是強壓的,我認識很多香港人,香港的學生 他們現在都稱,香港人現在稱這個中國大陸說是我的鄰國 他不稱這個自己了,他已經稱鄰國了 那你搞成這個樣子,原來有沒有港獨 世界上本來沒有港獨這個東西啊 我們從來不認爲,怎麼可能港獨 現在怎麼可能會有港獨呢?太荒唐了 怎麼來的?就是幾年打出來的,打出一票港獨 年輕人普遍的 那台灣情況有點類似 你越打,他就越往旁邊走 進到若退,大家知道嗎?事情不是硬來 法家有時候很多事情,當然你說我管你那麼多 我就把你掐下來 這個國家都是暴力所鑄成的,沒有暴力怎麼可以有國家 欸,這話有一半的道理 但事實上,自古以來都想要暴力做成的國家 到最後呢,也都紛紛滅了,你看看歐洲歷史吧 那些暴力所形成的國家最後呢,也紛紛都放,也紛紛都掉下去了 最後什麼?最後還是那樣的民族國家 民族國家是自然的,暴力形成的國家不能夠久 自然的東西才能長久 我們舉太多的例子可以講這個事情了 所以人生很多事情,你以為往前,未必 你搞不好是往後 俄羅斯打,烏克蘭以為往前,你未必 香港問你處理到這樣,未必 你是往前往後很難講 一道若淚 這個剛剛已經說了 真正平的這個道理,反而是不平的 你以為派部隊過去一刀切,強力下去 像法家那樣,對不對?就解決了嗎?不然呢? 因物之性,不执品以歌舞 這話講得非常的好 要因物的性,不能执品以歌舞 那麼,上德若古,不得其德,無所懷也 因此,上德呢?虛懷若古 你心裡一定要放空 不是說我一定要怎麼做 那很多時候意識形態 譬如說,今天就有很多意識形態 台灣啊,大陸啊,香港啊 也都有很多意識形態 這個意識形態 沒有辦法讓事情有好的結果 那這個都沒有辦法成為一個賢能 今天我想談談什麼叫賢能 現在大家都不懂什麼叫賢能 因為,就像有人聯絡上講的 就是群組上講的 根本沒有看過賢,怎麼知道 什麼叫做賢呢? 也不知道什麼叫能 我們以為法家那個就是能 未必啊 這個,中國傳統的政治經驗很豐富的 真正的賢能 它是怎麼樣?上德若古 今天確實是很難 可以處理很多事情 不得其德,無所懷也 我們現在整天宣傳說 我的道理多棒 永遠是最棒的 就是真理,就是道路,就是一切 對不對? 那,有沒有用呢? 大家信不信呢? 是不是? 老子這個東西兩千多年了 是不是? 兩千多年了,它厲害 我們到今天還在講 我們到今天還在講 而且,我跟諸位說 其實,這個道理還是會講下去 因為它確實是非常非常的深刻 上德若古 那麼,大白若辱 或若辱 所以啊,這個 操守高潔的人 好像寒夠瘦辱似的 看起來他好像吃了很多虧 其實,大白這個 要寒夠瘦辱一般 大白然後得之 廣德若不足 這個廣大的德性好像不足一樣 哎呀,我們真是要學這個事情 廣德若不足 賤德若偷 賤,是剛賤 剛賤之德 好像什麼呢? 好像 反而是有點偷舵似的 直真若愚 直真,反而它裡頭是空的 不驚其真 一天到晚說我這個是有 說這個真 這個就是有 凡有 必不能夠 這一個恒久 恒長 因爲什麼呢? 一切的有 生與無 都有它的條件 照佛家講 這是因緣合合 照佛家這個因緣合合說 講得最清楚 人生的一切 政治的一切 歷史的一切 無非都是因緣合合所成 我這個年紀越長 越看得清楚 就像我跟主人說 哎呀,我現在年長越了解 說我這一輩子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父親這樣 因為我母親這樣 我家庭這樣 我生長了這樣的環境 所以我變成這樣 這個都是因緣合合 所以你真以為說 你什麼了不起 你的東西就是 恒長的 恒久的嗎? 不然 都是因緣合合 所以直真呢 弱於 直真者不請經直真 故弱於 像空的一樣 大方無語 方而不割 故無語也 真正的這個方 它是沒有棱角的 沒有這一個邊的 沒有邊角 對底下的大器 晚成或做免成 大器 它是好像沒有成功的 好像無成 那道家就是大器無成 大方無語 對吧? 道家的基本的道有詞 大因犀生 聽之不聞 明曰息 大因 不可得聞之因也 有生 則有分 有分 則不公 而商矣 分則不能統眾 故有生 者非大因也 只要有 某一個生 非公 即商 總是 各種公調 中間的一個 這樣就不能夠統眾 所以大因犀生 大象無形 有形 則有分 有分者 不溫 則良 不言 則寒 不相而行者 非大象 真正的最大的形象 是無形 是無形看不到的 那這些事情 既是講 宇宙人生的道理 也是講政治上的道理 政治上最高明的道理 是這樣子的 大象無形 大因犀生 大器晚成 大方無語 職真若語 見德若偷 廣德若不足 大白若辱 這確實如此 因爲什麽呢? 他不能夠有一個一定的道理 那諸位說 沒有一定的道理 那搞什麽 什麽都行 完成不了 那我請問諸位 就拿中國這個一百多年來 有什麽道理 是一定的 這麽說的道理 對不對 清朝末年 我們是帝制 也有很多人相信 那有人要講立憲 有人要講革命 就革命了 大家都說 一開始大家很多人 這個 至少我們教科術 就這麽說革命好棒棒 結果呢 森林差不多土炭 對不對 森民陷入前所未有之苦 這個民國初年老百姓過得比清朝末年差得多了 那各種的軍閥、盜賊、土匪 混戰一通 然後這個當然帝國主義壓迫 資本主義壓迫 然後呢 我們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有講自由派的 有講民主的 有講社會主義的 有講共產的 有講無政府主義的 有講無政府主義的 你是聽哪一家呀 對不對 我有講三民主義 然後國共又打了一場 然後後來 49年之後 我不是說嗎 中國建每十五年一大變 三十年一巨變 那請問這個政治上到底怎麽說 其不是大方無語大氣晚成嗎 大陰犧牲大象無形嗎 歷史寫在這個地方嘛 對不對 這個道理說一定怎麽樣 很難說 是不是 那換言之 老子當然未必是住下室啊 不過是升官歷史人就明白這個事情 這個沒有一定如何如何的道理 傳說上是這樣 蓋出於史觀 這是一個傳說 立即成敗 所以我今天也拿很多歷史的東西跟諸位講 這個事情 你看歷史看的多了就知道 沒有固定的說法 中國歷史說 中國歷史說沒走上路 那西方呢 近代有多少種主義啊 我們這些主義都從西方來的嘛 對不對 不是此起彼落嗎 一會這樣一會那樣 我們一會羨慕這個 一會羨慕那個 西方諸國我們都學騙了 還加上俄羅斯 學了一周 然後呢 然後今天要走 有中國特色的自己的道路 那整個西方哲學史呢 西方哲學史就是一家博一家嘛 對不對 那出了一個大師吧 把前面一個大師撥掉 再出了一個大師 撥到今天 你相信誰 現在變成解構跟後現代了 沒有任何東西大家相信 所以因此啊 這個事情 豈不是如此嗎 所以講到最後 老子就是大有道理 那後來說回來了 是不是我們就 因此就什麼都不說了呢 倒也不是 因為我一再跟諸位講說 老子的意思 豈不就是 常無欲以觀其妙 常有欲以觀其教嘛 他是有無之間啊 是很靈動的 所以真正會用道家的說法的人啊 當有則有 當無則無 不是說全部都是無 那個是不對的 全部都是無偏於消退 啊 全部都是有呢 你是個笨蛋 簡單講啊 所以在有無之際 要能夠當有則有當無則無 當然老子的基調 因為他在戰國時候這個 比較大家這個學派不斷的發展 他是偏於消退 他覺得你們這樣的強烈的爭取 不過是生靈塗炭 他並不太喜歡這樣啊 是偏於消退一點 這個不能否認 不過按照他的原來這個 常無常有之道來講 是可以靈活運用的 那麼底下的 像黃老這一派的道家 是可以 這一個 為霸為王 足以精倫天下 所以 不是 只是消退的 或只是講無的 但並非如此 只是說他講究竟來講是個無字 這話有道理 因為一切的有 終歸於這一個 就是一定會經過一個生老病死 或者沉住壞空的異程 終歸於是無 那這一點上 佛老有類似的地方 那麼 道隱無名 或做道包無名 這個 是 大道 盛而無名 那就跟前面的大象無形 大陰犀生 大氣 免成 大方無語 一樣的意思 浮為道 善待且成 所以 這些東西不見其成形 不隱而無名 或者說是 盛而無名 都可以說的 浮為道 善待且成 待之 非為供其法而已 不是要供他的虛法 以待之 則 足以永中其得 故曰善待 或是一般的待 永中 怎麼講 讓你明白這個道 善待且成 成這不如激將之才 無物而不激行 無物而不激行 苦也善成 這是善成 無物而不激行 什麼叫無物而不激行 就像我們每一個人吧 我們的人生都有很多的苦痛 苦痛 煩惱 對不對 我們這些苦痛 煩惱 要怎麼辦呢 他說 要 要 無物而不激行 無物而不激行 都要 讓每一樣事情都能夠完成 怎麼能完成呢 順其自然 就是每一個事情 要按照他自己的方式 按照他的這個道理 這樣子 就能夠完成 不要勉強 所以懂得這一個 大方無語 大器免成 大因犧牲 大象無神的道理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放下執著 順其自然 你是什麼就是什麼 那我之前跟諸位說 有沒有 我們 要怎麼樣呢 要 一切 要從真實的當下出發 因為真實的當下 就是我們的因緣和合 所以這個當下的非常重要 這是我們的命 我們是在這個當中 完成我們自己 要把握這個當下 真實的當下 那麼照 道家來講 就是自然 你順著你的當下的自然 做 然後呢 你不要想一大堆 大家都要的東西搶來搶去 大家都搶的東西啊 其實第一 你不見得搶得到 第二也不爭 你反而呢 就好好的做你自己 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 那麼 把你屬於你的 適合你自己的 今天有同學來問我 因為也是大陸的學生 他拿到博士 幾個學校都有可能 有他 有他 老師 這個 這個 想要幫他安排的 有 有新成立的戲所 有的老戲所 如何如何 那我就說 你 你自己心裡想要做 想要什麼 他說 他其實想要做一些什麼 那我說 你先根據你自己 心裡想要的這個 什麼 不是說老是安排 那是你自己 你自然 你自己 的這個東西 才能夠長久 而不是 你看著眼前的 一時的 這個事情 那 所以 老子的東西 一方面自然 所以 他能夠 這個順悟 而成 不會說是 要怎麼樣怎麼樣的勉強 另外一方面 他這個道理 可以長久 他是一個 基本上 讓我們懂得放下 然後可以非常持久的到 好 我們先講到這裡 大家有沒有問題 可以提問呢 我叫你 你好 我有個問題 就是說 要 就是說 要順勢 為 要自然 那這跟天命有關係嗎 這個算是 隨天命嗎 這個有關係的 我剛剛講 這個 這個 我們每個人 有每個人的天命 這個是 很難改變 就是 不是不能改變 但是 不是說你想要改變 改變 而且這個東西很深 就譬如說吧 我常跟諸位講 我常跟諸位講 聽得到嗎 聽得到嗎 我常跟諸位講說 啊 我對於我這一生到底如何如何 很多事情啊 很多事情啊 都知道年紀很大 我才明白說這樣 所以真的要明白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人要明白 這個不容易 那自己的一個人都不容易明白 那如果要講一個國家 一個歷史 我讀歷史就知道說 諸位知道 譬如說中國今天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道理可不簡單 全世界的學者都在研究 這不是那麼容易的 諸位現在有很多的看法 對吧 我年輕人很多的看法 那我現在的看法 比我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前可不一樣 一路在變 所以你讀的越多 瞭解的越深 你就發現說 哦這個不簡單 聽懂意思嗎 所以 我們年輕的時候看法 往往是比較是明德 這事情不就該這樣嗎 你只看到這一面 這是明道 這個事情很簡單 你看到這一面 不就這樣嗎 就這麼做 這是它的好處 年輕人有這個勇氣 他可以推動改革 但是不能讓你去主張全局 因為全局沒有這麼簡單 全局可複雜 歷史變成今天這樣不容易 所以一個人的一生啊 要明白不容易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幾千年這樣 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有各種的說法 吵來吵去 然後你也不相信 誰也不相信誰 各從不同的角度 那譬如說農村的立場跟都市 就不一樣 北方跟南方也不一樣 東邊西邊不一樣 這個都不一樣 所以很麻煩 這樣來講 所以這也有天命在 所以你說 有沒有命 有 有命 命可不可以改 可以改 但是這些事情啊 真要懂 都要懂得順其自然 自然就是一個 長期的歷史 人生當中 他所形成的這個東西 他的 因緣合合 方面至廣 你要懂得這個東西 要順著做 順著這個往前推 這樣才行 好 來 欣蓮 你請問 想請教先生 心虛 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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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字 先生怎麼解 我 虛啊 虛心 這個道家最看重虛這個字 叫虛無因應 虛者空也 就是你 心中啊 不能有東西 虛字本身不難解釋啊 我們一般中文都明白啊 這是虛空嘛 虛的 沒有的 跟實相對 所以我們的 整個的 心 還有我們的 身心都要放的 心要放空 甚至要放軟 那麼 這樣子啊 你才能夠因應萬事萬物 嗯 嗯 道家這邊講的 上師文道 等等這個道 講的是個最根本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 因為 一旦你明白這個事情的話 你 自己是放在一個 大方無語 大氣 免成 大因犧牲 大象無形 啊 道引無名 或者道包無名 這樣一個狀態的時候 你事實上 其實就是虛掉了 你沒有任何形象 知道意思嗎 見得若偷 善得若苦 啊 那麼明道若媚 啊 進道若媚 你整個虛掉 整個放空掉 這個時候 你政治上就看得明白了 那我們譬如說吧 普丁為什麼看不明白呢 因為普丁每天報的大俄羅斯主義 他總整天看著就是北 這個北約 要來威脅我 他看到的東西 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 但是也因此 很多東西他就看不到了 他沒看到說 其實 哎 哎呀 吵得很 這麼吵我一定不支持你 你太吵了 你們身邊可以聽到台灣 這竟然很尷尬 很熱鬧 因為可能最近快投票了 那 昨天 哈哈哈哈 太吵了 嗯 那好 那 那 哎 因此啊 放空了 你事情才看得清楚 很重要 非常重要 就是他就沒有看到說 其實難道烏克蘭人 沒有沒有俄羅斯的情懷 有啊 烏克蘭說 我們就是那個 沒有普丁的那個正統的俄羅斯 那個正統的俄羅斯 是在我們這裡 你們那個就被普丁搞壞了 你懂我意思吧 他何嘗沒有 但你要打他就把他打 他反而沒有 他反而打向西方去 啊 諸如此類 就是你看不清楚 你只看到你自己 這一方面 啊 那北約有沒有威脅他 有啊 就是有啊 那另外你沒看到說 你的鄰居都覺得被你威脅的更 比北約威脅更十倍 所以他們都紛紛討向北約 不是你 我常說你做人丟不丟人呢 人家 你的鄰居怎麼都投向萬里之外的 這個美國去了呢 奇怪了 你 你怎麼怎麼搞的呢 是不是 啊 啊 所以 你如果說能夠 上德若苦 啊 你把你自己搞好 啊 那有些基本的東西呢 你可能不會 不讓這個 這個烏克蘭碰 這是必然的了 他還是有一些 畫一些紅線 你把你自己搞好 這個東西 其實他們本來是一家人 有何難災啊 你要搞得好 他為什麼要去跟著西方呢 他跟著西方是當老三呢 對不對 跟你是一家人 對不對 你自己搞不好 硬要來 所以這是不虛心 眼前的例子 這個 這個他底下慘了 我跟你講 這個俄國人打這個事情 底下慘了 我不知道 很多朋友在大陸上看到的訊息 充不充分 海外看到的那個訊息 真是慘 所以啊 這些事情 就算 就算 就算硬 硬扒一塊肉 我說他會硬咬一塊肉下來 這個肉也是很難吃的 那自己也要受很多的傷 Alison請問 老師好 不好意思想請問一下 老師剛才有說到崇尚自然之類的 那請問是不是 這也跟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有關係 有關係 有關係 因為道法自然 所以當然是非常道非常明 因為自然本來就不會 有個固定的道跟明啊 你看大自然哪裡有什麼 固定的道或明呢 明白意思嗎 哦 明白了 確實是 道法自然 一切的自然 他是起起伏伏 這個 就像春夏秋冬一樣 他是變動不拘的 他是變動不拘的 他不是一個固定的事情 來沈靜你問 謝謝老師 吳老師晚上好 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這個無啊 這個空啊 是否應該理解成無限 無限啊 對 第二個問題呢 第二個問題的話 可能就是跟海德格爾理解 也老子有點關聯 海德格爾喜歡用兩個詞 一個叫解壁 一個叫遮壁 他認為這個 我非常簡單說 他認為從古希臘開始到現在啊 大家都忙著去明理 去解壁 但是你的這個解壁的同時啊 你其實就在遮壁啊 就是所以就所以他就是說 你知其白守其黑 你要去守著那個 遮壁的狀態 那個才是真正真理所在的地方 啊 就是這個的話就是 想請老師怎麼看待這個 這個 好的 好 那麼無 我比較不傾向於解成無限 啊 因為那樣講可能反而窄了 你說無有沒有無限的意思呢 也不是不能講 不過因為我們現在的無限 常常是英文unlimited的這個翻譯了 做那樣的理解 對吧 unlimited的指著說他是無邊無際的 那老子的講的無道並不是特別從無邊無際這個意思 啊 他講的倒是無形無相 啊 所以無形無相 呃 或者這邊講的無語 啊 到不見得是那個unlimited的意思 不是不能夠通啦 啊 但是我比較不會那麼說 啊 大概這樣 第二個 海德格爾的這一個解僻跟遮蔽啊 這個跟老子所講的那個有跟無是 我覺得是一個道理 啊 你解僻了 然後你就有了 你 得到了一個理 明白一件事情 啊 那但是與同時你就遮蔽了 確實如此 我們 一旦明白的這個 一旦講明白一個事情的時候 欸 結果呢 那你就以為 欸 這個事情就是這樣 但是其實它不只是這個樣子 啊 第一它不只是這樣 第二 它反而 如果你就守著這個事情的話 你很多其他東西看不到了 所以 欸 這跟老子所講有 我覺得一個道理 這個是為什麼 海德格爾的很多東西都跟老子的東西相同 啊 海德格爾講的這個 他也講道路 林中道路的這樣的講法 很像 他一個特別的德文講這個字 非常的像 意思很近 所以難怪他喜歡 不過他的說法不太一樣 我是很愛讀海德格爾的 這個是 既然他是 無形無相 是不是他就是既無形無相 那他是不是 不可認識 他只能去用 順著他的這個理 只能去用 但是無法去認識他究竟是什麼 無法去規定定義他 未必不能夠認識啊 常有欲與觀其教 這個教是有邊界的嘛 既然有邊界的話 其實是可以認識的 是不是 他既然都可以認識他的邊界 教是邊界 常有欲與觀其教 這個教 我的理解 我對這個理解就是 他對每一樣事情 其實他可以看到他的邊界 然後只是可以看到很明白 而且我們一般學老子的人 叫做 智歌大理 升官這個理 也就是說 從莊老這條路下去 反而把理看得更明白 主要知道 理這個字主要是道家在用 一開始是 莊子所講的一壺天理 後來是黃老 黃老裡喜歡講理 那黃老講的這個理 你們去讀譬如說這個博書 這個皇帝博書 有人說是黃帝四經 其實不是黃帝四經 那不能有辦法證明的 就是黃老博書 就馬王堆的那個博書裡頭 他這個理跟行跟明跟法互視 就理行明法 聽懂意思嗎 所以 道理行明法 由道而見理 由理而見行明 然後生法 OK 那換言之 道家反而是特別可以把這個東西的他的行 這個行既是行法的行 也是形象的行 跟行明 後來就有行明之學 特別講得清楚 因此 其實道家是有跟無都很高明 有也可以講得非常的清楚明白 啊 吳也講得非常非常清明 所以道家是非常厲害 這樣清楚嗎 嗯 清楚就是因為時間關係可能 先讓其他人說吧 我其實有一些問題的 那個黃老博書會比較明白我的那個意思 就道家這方面發展非常好 韓非也是一樣 從法家本於黃老 他們這個行明之學講得非常的清楚 深韓 深韓之道本於黃老 從道家可以一路過來 好 我們先到這裡好不好 來 易以韓對吧 來 請問 老師好 我想多請教一下關於順其自然這一方面 就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的話是這個順其自然 主要指的是把握內心當下 還是說順應客觀的形式 然後 抱歉啊 第二個問題是 如何才能知道 或者是能夠通過一些什麼方法 或者門道 才能知道什麼是自然 這兩個都有 既要順應你自己當下的這個內心 你的狀態 內在的狀態 也要 也要 外在的狀態 因為中國古人啊 講事情啊 他是這個是 基本上心物合一的 就你的心也會提 內外的一切事物 所以你的心自己會感覺到這個東西自不自然 譬如說你跟外面的東西很衝突 你也覺得不自然 你跟內在很衝突也不自然 你譬如說跟人家講話 對不對 那我現在跟諸位講話 那我譬如說我自然講這些話 我現在突然間冒出去講個 我講一段這個理性論 那我覺得不自然嘛 對不對 譬如說我如果現在我突然冒出去講一大堆這個 笛卡爾的理性論 我昨天正在講笛卡爾的理性論 我昨天正在講笛卡爾的理性論 我昨天正在講笛卡爾的理性論給學生聽 那我今天不會講德里卡爾的理性論 因為不自然嘛 所以 所以 他這個東西是 內外在形式所一起形成的 然後人的心很靈妙的 我跟諸位講 這個 中國人啊 華人啊 這方面的本領特別高 意思就是說 他這個心很靈敏 你心啊 只要不要對立一堆事 盡量放空 你自己就可以感覺到這個東西 自不自然 所以怎麼判斷自不自然 心放空 你如果覺得不對了 那大概就不自然 明白意思吧 那順便跟著 你們要記得什麼叫自然 自是自己 這個鼻子是自 自 是自己的意思 因為這個自是像鼻子的心 自然 就是他自己這樣 凡是自己這樣子的 就是自然 是你自己內在這樣子的 也是外在他自己這樣子的 這就是自然 那如果內外衝突怎麼辦呢 內外衝突 你的心裡自然會找出他一條道路來 在兩個中間 我們心很靈敏的 你慢慢 多這麼去練習 你自然就知道了 那什麼情況點會不自然呢 你硬要這樣 硬要這樣 那樣就會不自然 硬要這樣 硬要那樣就會不自然 這樣明白吧 有問題可以再問 嗯 我要再多多體會一下 謝謝老師 這是一個體會的東西 我跟你講 中國傳統都是一個體會 這個東西 它不跟西方那樣 它也不跟你定義的 而且 西方的定義有定義的好處 中國傳統不定義有不定義的好處 它是一個體會的東西 所以我有時候不太喜歡拿 哲學方法去治中國傳統 我覺得這些東西 不是不是哲學 它不是西方那一套 哲學是 它是用語言 把一些東西講得一清二楚 中國傳統不是啊 明可明非常明嘛 它是你自己人 它是用你的心去體會的 好吧 我看還有沒有什麼問題啊 這裡 順事而為有沒有區別 有區別 順事是比較偏外在的 那但是 外在的事 這個我們說 順事而為啊 比較有一點看的形式在做 那順其自然呢 是看的比較深 是它 自己內在的一個趨勢 所以這兩個東西有交集 但是不太一樣 有交集在於說 它確實是 按照一個內外在的形式去做 但是 它比較 不那麼功利 不那麼 好像只是在 運用 這個一個東西 要來完成自己的目的 它更深層 大底是這樣子 好 新年你還有問題嗎 哎 有問題 中 有很多問題想請教先生 只不過不能一下說 你說 想問先生 無我自能淺 我想 謙虛 謙虛的意思我想 我想知道 然後這個無我 如何無我 或者這兩個字如果不關聯 然後請先生分 分別解釋下 無我自能淺和謙虛 如何做到謙虛 無我自能謙 這是哪裡的話呀 誰說的 我我我忘了在哪裡 但是以前讀書的時候 就在腦子裡有這個 想謙虛的時候 我一下想 不要想 那千許 好 我先跟你講 就是 無我境界高 無我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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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的境界 這個 子爵士 無意、無必、無故、無我 最後是無我 無我是最難的 無意、無必、無故 還比較容易 無我是非常難的 那這個在佛家來講 是菩薩境界 佛菩薩 無我相 無人相、無我相、無眾生相 這個是非常非常困難 所以無我自能謙 那你的無我當然能謙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問題你怎麼能先到達無我呢 所以我們就盡量 盡量放空、放虛、放無 盡量的學這個東西 因為 老子也說 人之大患 在我有身嘛 若我 無身 又有何患 所以我們如果能夠 忘掉 放掉我們自己的話 也就沒有患 所以確實可以往這方面的努力 然後謙呢 謙你都已經無我了 當然就謙了 我們為什麼不謙虛、驕傲 都是因為有我 這是自然的 好不好 所以 我們 比較容易容易學的 先是學虛心 放空 虛心放空 放久了才可能接近無我 這個 非常非常難 我們一輩子努力都很難的 但是應該朝那個方面努力 陽明 無我自能謙 謙者眾善之機 傲者眾惡之魁 謝謝 無我自能謙 那陽明進階高 陽明這個偉大 無我自能謙 謙者眾善之機 傲者眾善 眾惡之魁 那這跟道家的道理 跟儒家道理都相通的 因為 道家自然是講這個謙 講卑下的 我們人一般的問題都是傲 人都自以為是的 那坦白跟諸位講 尤其男人 為什麼呢? 因為 從小我們就被教的 說 這個 你要有所表現才能有所立足啊 你要贏啊 你要勝利啊 對不對? 你要這個 要勝出啊 所以因此 而且社會也很現實不是嗎? 對不對? 這個 有成就的人 過好日子 沒有成就的人 那當然過得比較不好 諸如此類 所以啊 從小 我們所教所學的 這古今中外皆然啊 這個 都會 讓人就是 我一定要如何如何往前 就是往前衝 我要贏 我要勝 我要如何如何 要有所表現 但也因為如此 所以就會產生很多的 這個人生的苦痛 煩惱 跟過度的競爭 甚至於戰爭 對不對? 那 那 俄國打烏克蘭 不也是這樣嗎? 對不對? 人類歷史上戰爭都是這樣嗎? 戰爭通常也都是雄性的這種 打來打去嘛 就是你要贏過 我要贏過你 所以 因此啊 更要懂得放下 那老子在戰國時代就看 需要更多女性領導人 確實也沒有錯 這個世界現在 尤其 歐洲有好多女性領導人 就蠻了不起的 說實在的 我當然覺得女性領導人 比較不容易打仗 坦白說 還恰恰因為台灣這幾年 是女性領導人 所以比較不容易跟習大大對幹起來 如果是賴清德的話就不一樣了 賴清德那個脾氣 他本來 那這個真才讀 然後脾氣又那樣子 那就很多事情他忍不住就會跳起來 這個的話 那個對於兩岸都非常不好 所以因此啊 這些事情 所以 老子是喜歡講詞的 對吧 他手起詞嘛 他這個是 看到 打打殺殺太厲害了 這個人啊 尤其雄性基因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世界 人類歷史 一萬年來 就是打殺不絕了 從這個 龍山時期 新文化時期的晚期 龍山後期 一路就是打殺 互相的滅村 滅族 滅族 屠城 就這麼一路殺過來 那今天還正在打 所以因此 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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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講幾句如何虛心 謙奧之間找一個度 是吧 我想想看 要怎麼 謙奧之間找一個度 大家如何才能夠虛心呢 嗯 第一 當然 第一 你道理上先明白 人虛心 有無限的好處 這個 朱子也講虛靈不昧 好 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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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家講虛者君之鋼 因者道之常吧 所以 這是有無窮的好處 努力做 第二個 其實 你的知識越深的時候 你越懂得 神要學習 就像顧炎武說 博學之福 其實你 學問越深 越懂得說 哎呀 這個視力無限 人會虛心 那麼 知道的越多 人自然會懂得虛心 那你說我沒知道那麼多怎麼辦 那不就更應該虛心嗎 你知道的不多 就不更應該虛心 因此 知道多的人 越多的人 其實他自然會越虛心 那知道不多的人 也應該勉勵自己 我要虛心一點 我知道已經不多了 你看人家知道很多的人 都這麼虛心 我其實不是更應該虛心 所以一定要虛 虛了就是空 空了之後 心啊 才會生智慧 這個莊子講 虛世生白 真的是虛世生白 沒有錯 那 像打特技拳的就是 強調 要放鬆 要沉 要鬆沉 整個人放鬆 鬆到什麼程度呢 到鄭曼清先生講 鬆到好像手都斷掉 甚至於沒有人 沒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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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這個點 最高境界 打到整個人沒有了 那他整個就是 會打到真氣充盈 任督二脈皆通 啊 整個那個氣 整個那個氣 整個周身的經脉 全部打通 那這都是很困難的事情 但是 確實如此 你稍微練練靜坐的人 或者氣管人都會明白 心一放空 就整個流氣血流暢 所以 你越多明白 傳統的道理 越明白 就是說 幾乎是 如是到三家都會跟你講 人要放空的 好吧 放空之後呢 這一個 你在 謙虛跟驕傲中間 你也自然會有個度 因為你們發生 謙虛到最後 我不給人家踩了嗎 我是不是太 太那個 就 就 就 這個 為喜 變成 人家都不把我當一回事 其實不用了 不必當那個擔心 真正謙虛的人 別人會尊重 驕傲的人 其實人家心裡 都是在冷笑 每次我們開戲 裡會有些人 講話那樣 其實大家都 你講成那樣 其實他心裡都在冷笑 所以 謙虛的人 你是什麼就是什麼 並不因為你謙虛或驕傲而改變 所以 因此 你越謙虛 其實人家越能夠欣賞 如實地欣賞 我們人普遍都是幻驕傲 所以放空自然能夠虛心 你也不用擔心說 因為謙虛並不等於說是 未卻 也不等於就是 好像害怕 不是那樣子的情況 虛就是把它放空 那你是什麼就是什麼 不用擔心 別人也踩不了你 好 我覺得這一章差不多了 我們該講 下一章 哎呦 已經八點十二了 我還想講一章 第二章比較 我們把 因為這個 希望今天能夠解 這一章算是比較麻 我們講 來 反者道之動 弱者道之用 天下萬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 因為這兩章道理是 相通的 所以好講 前面講到那樣 這邊就好懂 反者 反者道之動 王必住 高以下為基 貴以見為本 有以無為用 此其反也 高呢 要以下為基 貴以見為本 我們一路講來 老子都是這樣 當然 王必這麼著 因為他把 四十章 因為他把 四十章 接三十九章 因為前面 上一次不特別講 會以見為本 高以下為基 所以他 直接接這麼說 有以無為用 此其反也 動皆知其所無 則物通已 不曰 凡者道之動也 動皆知其所無 則通已 不曰凡者道之動也 你動的時候 都知道他所無 萬言之 動的時候就是有 有的時候 你要知道所無 你在貴的時候 你要知道你是 反方面還是見 很好 這個高的時候 要知道你是以下為基 所以因此你在 高跟貴跟有的時候 你要知道是以下跟見 以無為本 動吧 所以 道之動 凡者道之動 動皆知其所無 則物通已 故曰 凡者道之動 所以我們 我們只要已有動 基本上都是有 要知道自己所無的地方 這叫做 動皆知其所無 比如說 我在這裡講 講經講這個事情 這個東西都是有 這老子來講 這的話太多了 但是我們今天不得不這麼說 那麼這個講了之後 於是 反過來 就要知道說 其實 心氣要下沉 要收縮 那麼這樣子 於是 就不會限於這個有 那我們現代人 整個現代生活 主要知道 通通是偏於有 所以現代人的這個東西 老子 正好是現代人的良藥 其實我慢慢反省 我做一個學者 必須大量使用理性 整天講一些 一些學理 因此我特別喜歡講儒家 講道家 也喜歡念佛經 它正好是相反相成的 聽懂意思吧 不是說我們講的一些學理沒有用 並不是說我剛剛前面講的 自由主義 民主 科學 法治 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沒有用 有用 你要用對地方 你不要以為它是什麼都是 用對的它都是好 用不對了 它就產生問題 它就卡住了 限制住了 僵化了 把人 異化了 惡化了 反而變成壓迫人的東西 用對了 就行 因此 道可道非常道 民可民非常民 反者道之眾 我們強調一樣東西的時候 譬如說你在強調民主的時候 也要懂得 當你這樣的時候有沒有它反過來 譬如說我在講民主的時候 我喜歡同時講賢能 光講民主我覺得是不夠的 當我們講社會主義的時候 社會主義有沒有好處 有很多好處 甚至於有一些共產的理念 當然今天做不到 有它的好處的 中國坦白我跟朱瑋講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家族共產主義 擴大了現在變成整個國家共產主義 還有它的歷史的基礎 但是呢 你反過來 講這個時候你要懂得每一個人的自由跟自主 如果不尊重他的自由跟自主 這個東西反過來就不行了 所以反者道之動 這一講就明白了 你不能只講一方面 這麼講多了 那就 就反過來 就讓人產生了一種 不適應的 甚至於壓迫的感覺 那麼因此 一旦不明白這個道理就會怎麼樣 十五年一大變 三十年巨變 因為什麼都講一方面講太過了 往這邊講講太過了 往那邊又太過了 中國近現代的腦子不知道怎麼回事 應該可以說是過激態吧 講什麼東西就走極端 一會極端這樣一會極端那樣 昨天極端的從美 每一個人都是拼了命的要怎麼去 去新東方出國留學 不計一切拼命要往歐美跑 那現在呢 現在又愁美反美反歐美 愁過來 昨天也太過 今天也太過 反者道之動 這些事情 弱者道之用 柔弱 彤通 不可 窮極 那麼 老子是要講 往後退 這個三十六章 柔弱 聖剛強 四十三章 王秘書 虛無柔弱 無所不通 無有不可窮 至柔不可惜 剛折一折 確實如此 很多剛強的道理也是容易斷掉 東西這個沖太透過了容易 但我們近代有很多經驗 我就不用再一一細數了 大家可以想到 我們這個大練剛 給練到什麼程度 一片這個剛強勇猛之氣 結果呢 結果又如何了呢 是不是 柔弱聖剛強 那諸位又說 中國人就是太柔弱 所以被人家欺負 這話也有道理 但話也說回來 我們豈不是全世界唯一一個 至今有存的古代文明嗎 其他古代文明全掛了 希臘、羅馬、兩河、埃及 全掛了 就剩我們一個 那豈不是柔弱聖剛強嗎 對不對 而且我們也是柔中待剛嘛 對吧 因此 弱者 道之用 天下萬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 天下之物皆有為生 我們做任何事情 我現在講話這就是有 但是有之所使以無為本 將欲全有 必凡於無也 所以我這邊一再講 這是老子的道理 就是開宗民意講的 有無相生 難易相生 常 欲與關其妙 無掛在前面 常有欲與關其妙 這是他最根本的道理 非常偉大 這個什麼都可以這麼說 好 那這一章有沒有問題 跟前面講的相通 有生於無 一個道理 所以這樣你們拿這個道理去看人生 看人事 看這個商場 看戰場 看歷史 看政治 無所不通 甚至於看這個天地自然之道 毅然 無所不通 這為什麼他幾千年 這了不起 這個 來 沈君有問題嗎 嗯 有一個問題 其實很巧 今天我正好 對不起 你說 你說 好 就是其實很巧 我今天正好想問你這個問題 我 就是今天在看那個 愛因斯特德的Physics嗎 還有那個Metaphysics 古希臘人他講那個 Ontology 我都不知道 現在都不知道應該怎麼翻譯 不知道翻譯 本體論還是存在論 我們就叫Ontology嗎 本體論 比較好 本體比較好 好 就是我們他研究那個Being Capital Being 嗯 然後古希臘人呢 他是不相信有會生於無的 所以亞里斯多德 所以亞里斯多德呢 他還原到最後 他要講說 哦 我們最後只能還原到Meta 地水火風四大元素 對吧 嗯 是 那麼這個的話 是不是就是中國的Ontology 我聽不到 我們沒聲音了 喂 我沒聲音了 你有聲音 你聽得到我聽不到你的聲音 我聽得到 你聽得到嗎 這會有了 哦 就是這個是不是中西方的一個Ontology的一個很大的差別啊 就西方人他們古希臘人 他是不相信有會生於無的 有一定是生於有的 最後我們一定要還原到一個有 它是本質 對吧 是 那麼他中國的話就是他會生於一個無 這個無呢 也不能說他是無吧 他是無形無像 無形無像 對 也不能說他是 Void 不能說他是Void 不能說他是Void Void Void說不通 有人那麼簡單說不通 而且那樣講的話 沒什麼太大意思 Void是多萬有 那沒什麼太大意思 無形無像 那這個無形無像 也不能說他是無 也不能說他是嚴格的有 但是好像更偏有一點 對嗎 就是只是說不可 去量化定義把握的 對 好 我時間關係我就直接回答你這個問題 好不好 我大概知道你的這個意思 就是說 希臘人的一個最大的特色就是在尋求這個Being 就是一個真正的實存 而且那個東西他認為他是固定不變的 如果變動了就不行 那這個跟老子有根本性的不同 也就是說 老子的這個講法的話 我們不是說一個Void 並不是說中國人相信 或者普遍相信 從一個什麼都沒有的那種Void 虛空當中 蹦出了這個世界 有這種說法 但是那個說法其實是不精 並不好 一般我們看到的 對於道家的正解 是說是無形無像的狀態 而且他更看重 從道家更看重的無形無像的狀態 那這個無形無像的狀態 所以這兩個根本的差別在這個地方 最根本的差別是在於 一個總是希望找到一個有形象 有形有像的 而且作為一種終極的形象的 而且是不變的 一種永恆的這樣的形象 譬如說 柏拉圖所講的這個idea 或者form 或者the good 那他們也相信這個東西 是通於神明世界的 而他們也相信靈魂永恆的 所以因此整個西方 在中國來講 這是偏於有形有像 這個有就是有形有像 而他們看道家來講 那當然就是偏於無 我覺得這是中西最根本的差別 那也因此 在西方來講 在整個他的哲學傳統裡頭是偏重於being 不太重視這個時間 因為時間在這個來講也不那麼重要 要超越時空的那個永遠存在的東西 那個ontological being 這個才是他真的要的東西 所以他永遠在追求那個永恆實存的事情 那時間不重要 那這個事情要到 Hedegaard 他把這個事情講明白 就是說其實 這個永遠我們是對於一個更大的capitalize 那個being的一個解蔽 跟這一個同時又遮蔽 你以為你解開 你得到你以為這個是遮蔽 其實你同時又遮蔽了 然後整個哲學史 就是不斷地在解蔽遮蔽的過程 到最後這個整體的呈現 才是這個遮蔽逐漸來顯現他自己 但這個沒有終極的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來講 其實Hedegaard最後會走向道家 也就是他明白了 這個是一個其實老子講的當然是 如果這樣來看 整部西洋哲學史 從柏拉圖到Hedegaard 恰恰證明老子是對的 我如果簡單這麼說 所以現在其實 就是這個中國人裡頭 或者不光是中國人 全世界在治 Hermeneutics, Phenomenology 跟這個道家的人 大體上也慢慢都明白這個事情 那甚至於有一幫人 從這裡頭就 譬如張祥龍 對吧 他就從這裡轉回了儒家 有好幾個就從這裡轉回儒家 我所知道上海的 那個叫丁 上海復旦哲學系人 叫丁什麼 我跟他還蠻 也是一樣 從講那個全世界最後轉回儒家 就是轉回先是到道家 不是 他是做那個簡博的 然後 然後 丁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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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雲的雲 他那個 他那個 他也講海的哥也講得挺好 對丁雲 他講得很好 也從那裡轉回來 所以有一些 專門研究 詮釋學 現象學的人 從那裡轉回來 好像那個 誰呀 陝西師範大學有一個 蠻好的一個學者 也是走這條路過來 我就不一一細數了 所以因此這個路 基本上 從哈里格尼雅路裡面 很明顯地顯得出來 整個西方哲學史到最後 反而證明老子講 是對的 我就先 簡單回到這裡 好不好 OK 我們休息一個 還是一樣 每次時間都不夠 休息個八分鐘 我們要講 今天談的 我們要談的這個 從 賢能政治 到 賢能民主這個理論 這個理論跟這個相通的 我們休息個八分鐘 我們再來說 好 OK